資料第一個 範例檔 這個可能你回家可能如果假設你沒有隨身碟 你回去再下載一個 你的電腦吧 反正有空在練習 甚至有同學連上班時間都可以練習 還蠻好的 利用老闆的時間 反正你在學習嘛 OK 也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的講義其實 講義可能沒法印那麼多 所以你們講義可能沒那麼厚 那可是我的講義其實在雲端上面 所以雲端白板畫面 那如果將來你要按照那個 我們範例檔案裡面的解答 講義的話呢 其實我把它拆分啦 每個資料夾呢 我都會把它拆成一個一個 藍色的這個 比如說我的答案就放這邊 所以你可以把每一個 跟範例檔上面名稱一樣的 打開之後 其實這邊就是剛剛我打的公式了 有沒有 然後還有就是說 裡面可能需要做的練習的答案呢 其實上面也都有 像剛剛的REPT有沒有 加上REPT 那RNT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剛剛同學就馬上問那個問題 RNT到底要不要加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剛剛好不用加沒關係 為什麼呢 你可以 我在進到REPT這邊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他把158除以100之後 得到的應該是1.58 可是1.58的話 你想說應該是1.58顆星嘛 可是你會發現它只有一顆星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秒 沒辦法幫你把那個星號變成 0.58的這樣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那個星號 它只取整數 OK 不過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應該比較標準的部分 應該是把這個變成整數之後 會比較正確啦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在外面包個RNT的話 RNT的話 英文意思就是integer integer就是整數的意思啦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外面包個RNT後面變成1 本來的.58呢 就捨棄掉了 所以RNT這個函數的意思 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意思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那你又記得用RNT OK 那其實另外還有別的函數 像有wrong的有沒有 wrong的是四捨五入嘛 那wrong的也可以取到整數 也不過這裡應該不是四捨五入 所以如果應該比較精確 應該對應到一個叫wrongdown 有沒有 有一個函數叫wrongdown函數呢 就是無條件捨棄小數點 有沒有像我們1.58應該是 如果用wrong的會四捨五入嘛 變成2啦 可是你說它還是1嘛 所以理論上RNT比較接近那個wrongdown函數啦 OK 不過啦 如果要用的話 那兩個函數你要會用哪一個 當然RNT嘛 三個字而已嘛 如果要wrongdown的話呢 哇 大概wrong9個字 那打9個字太麻煩了 OK 按確定 所以這裡加跟不加結果又不一樣 結果都一樣 OK 那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切到這個LEN 那LEN其實就算幾個字嘛 比如說我想知道這個身分字號裡面有沒有人打錯了 應該要打十個字嘛對不對 有沒有人打錯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自己從頭數到尾吧 1234 這個 不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到底誰輸入錯誤的話 一樣插入函數 用LEN 那LEN的話呢 其實它的那個英文名稱就LEX LEX就是長度的意思 簡稱LEN 那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它底下有說明 傳回文字字串之字圓個數 我應該看得懂吧 它還用字耶 文言文嗎 OK 那意思就是說啦 幾個字嘛 按確定好了 那一樣你如果看到它的參數名稱 參數就是跟你要的資料 如果是TEST的話 那你必須給它一個文字 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深圳知道這裡 它幫你算碗的十個字 按確定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滿的話呢 你就可以知道 誰輸入錯誤了 有沒有 這兩個一定輸入錯誤了 請問你的身份字號應該有十個字啊 你怎麼給我打十一個字 那顯然它打錯了 這怎麼辦呢 你會跟它 跟它講說 啊你打錯了 請你給我個正確的身份字號吧 OK 不然的話 以前如果假設你不用LEN的話 那你要自己慢慢算嗎 不可能吧 這種東西自己用眼睛算 那這樣有點虐待你的眼睛吧 OK 所以呢 盡量 如果假設你不希望傷害你的眼睛的話 記得一定要多用一些函數 千萬不要 怎麼講 自己去算啦 因為有很多東西其實都已經幫你做好的 你為什麼不用 OK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 就是 這底下還有幾個問題 包括就是身份字號 到底它是性別男生女生 不過這裡的話 可能就不是只有LEN 這個可能要MID 所以呢 順便講一下 蠻常用的文字類的函數 還有像MID啦 還有像LAPT啦 跟RIDE 這個可能請各位自己練習看看好了 比如說像 如果我今天有個問題 我希望取得他的性別 那因為身份字號的規則 有沒有 第二個字 取得第二個字之後的話呢 那我再把它判斷一下 如果是1那就男生 如果2就女生嘛 那如果假設啦 那總不可能用眼睛看吧 1這邊打個男 2打個女 那當然資料一大堆怎麼辦 所以你需要先做第一件事 先把1取過來 有沒有 先取 第二個部分就是用一幅啦 所以這裡的話可能會需要搭配兩個函數 或許你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做吧 好 那這個也許你們可以待會試試看 那底下的話還有就是說 我如果要取什麼 取從開始 取四個字 那就0551 不是用自己用打的 你要用那個MID的函數 然後從第八個字取五字 那就應該是第八應該是S 開S嘛 取這個五個字那就SUNY 這個你們再試一下 那切到LAPT的時候的話 底下這個就前幾個字 這個比較簡單 前四個字 那一樣嘛 插入函數 文字類裡面的LAPT 那它的字在這裡 取四個字就輸入4就可以了 有沒有 字 然後取四個字 按確定 有沒有 327 227應該沒錯啦 OK 那再來的話你把它向下填滿 底下的話要前兩個字 所以把向下填滿之後 把這邊改成2就可以了 因為上面是四個字嘛 那你向下填滿之後把它改個2打個勾 不是 Ctrl 字一下 應該是點這邊一下 把這邊向下填滿之後改個2 打個勾這樣應該OK了 那底下這一題可能會難一點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抓到了這個他的性 再加上他的性別 如果是男生就用先生 如果是女的話就小姐 那這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可以先抓什麼 用LAPT 先抓第一個字 有沒有 把它的名字的第一個字 先取出來 OK 有性的嘛 那後面的話 當然你要串接 所以串接的話用AND的符號 當然以這一題 他是串一個文字要先生 可是問題來了 你不可能說你現在全部都串個先生好了 然後你打個勾啦 你向下填滿全部都變先生了 有沒有 本來應該是張小姐的 也變先生 所以你需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個判斷的話就是當什麼 當性別 有沒有 就是B10的儲存格 假如是男的話 那就幫我輸出先生 反之就幫我輸出小姐 所以這邊一樣會需要一個異夫 所以跟剛剛那一題有點類似 就是需要做一個異夫的判斷 所以異夫邏輯判斷怎麼加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邊大概這幾題 也許可以試做看看 看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RISE比較簡單 RISE跟LAB顛倒一下 你們自己再練習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這個TWIN 這個TWIN的話 比較特別是說 這個TWIN函數 也許待會再說好了 這個是去掉什麼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是建議你乾脆留 這三個不要好了 就留這兩個就好了 兩個會比較清楚 底下這三個把它刪掉 那如果我今天用TWIN的話 TWIN的話T開格嘛 TST嘛 這裡 那他會跟你講說 刪除文字字串中 多餘的空格 OK 但是他會刮乎 字與字中間會保留一個空白 不會被刪除 那不過你說這按選他 理論上空白會被刪掉 但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英文沒問題 因為英文字跟字一定要有個空白 這是規則 可是中文沒有人在字跟字中間 還給你一個空白的 這樣不然很怪嗎 OK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中文字 他就不要留空白 英文字留空白 所以這邊可能會需要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判斷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到底是中文還是英文 怎麼判斷 對不對 沒有那個函數可以判斷 如何判斷 對不對 常遇到嘛 中文或甚至數字也有可能 到底這個儲存格裡面是中文 數字還是英文 當然給各位一個提示 插入函數裡面 其實這邊也有答案 只是說哪一個是比較OK的 其實這裡 這個就比較難了 這邊有一個函數叫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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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內碼 假如你用這個按確立 那你給這個 你會發現 它跟英文跟中文有什麼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中文的數字 非常大 英文的話呢 很小 所以啦 其實啦 跟各位講一個規則啦 就不要講太複雜啦 因為如果理論上 應該你們要去深入了解的話 可能還要扯到什麼計算機的那個 那個什麼設計的歷史 它太遙遠了 算了 所以啦 如果白話醫師跟你講 美國在設計鍵盤的時候 它們沒有多國語言的 就是 的那個概念 它只有數字 跟英文 英文只有分大寫跟小寫 還有什麼符號嘛 所以你鍵盤上面 基本上本來是沒有那些中文的輸入法 中文的輸入法是後來傳到 就其他國家的時候才慢慢做出來的嘛 OK 所以啦 跟各位講一個 這個比較簡單的原理原則 就是說如果這個數字 假如是0到127 0到127的話呢 表示它應該是在 這個英文的範圍之內 如果它是大於127的話 那它可能就是中文了 所以哦 如果你要判斷那個中文或英文的話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通過這個扣 有沒有 然後呢 取得它裡面的內碼 然後判斷它是不是大於127 如果它是大於127的話 那它可能應該就是中文 或者是其他語系啦 OK 如果反之 那就它就應該是英文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就可以哦 來根據 如果它是中文用中文處理 如果是英文用英文處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只是說還有一個問題 那如何把中文的空白全部刪掉 因為你看twin是留一個空白 所以你還要去想說 有沒有哪一個函數 它可以哦 全部徹底的把空白全部拿掉 OK 啊再配合 哇 真的是太複雜了 不過如果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將來蠻實用的一個公式哦 OK 所以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你們先算長度L1N 那這邊留一個問題給你們 好 可以試試看 那這邊一樣 第二個問題留給各位 待會我們再講 第三個問題 所以這邊有三個問題 好 待會再逐一跟各位說明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我們將來就是說 會先提幾個問題 你們思考看看吧 如果你有更好的解法的話 那你可以提出來 可以討論沒關係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這些問題如果發生了 你有沒有辦法很快的找出 對應的函數 然後呢 把它組成一個公式 解決問題 這樣OK了嘛 工作本來就是這樣啊 不然如果你不會 哇 那就卡住了吧 對不對 那你總不可能自己 頭髮都應該慢慢弄 慢慢弄吧 弄完你恐怕你也在浪費時間而已 而且啊 今天做完 明天還會遇到 或者是後天 每天都遇到 那你不是 每天都還是很頭痛 OK 試一下